今天我將會示範Sumo Deadlift Sumo Deadlift 基本上 技術會比Sumo Deadlift 簡單很多 首先有一件事就是 當我們Squad 下去的時候 腳一定要打開你的Adductor 大腿下去 Wall-up 的時候可以做這個很簡單的 Wall-up 動作 硬是打開得到的 前面看到小腿是垂直的 千萬不要這樣做 所以你做Wall-up 的時候 做多些Pancake Stretch 會比較好些 試乎你的腳多闊 每個人都不同 有些人闊一點 有些人窄一點 Depends 都是一樣的 因為拳頭位到 離開至Barbell 眼望前面 手 Sudo-width 落到來 就在這裡 上來的手 剛剛在大腿前面 OK 倒過來 碰下來 第一件事 肩膀打開 Step 1 那個Armpit 剛剛是Barbell 上面來的 肩膀打開 1 上 2 3 收起來 肩膀打開 肩膀打開 眼望前面 放下 再來 1 2 3 4 5 如果我放一點水 一樣的 那支Barbell 是不會撞開 那支水 OK 先放好 座位 先放好 腳踩在地上 OK 我們叫Tri-Pod Stand 前面2點 腳差1點 叫Tri-Pod Stand 踩在地上去 OK Step 1 肩膀打開 跟著起 收緊的Glute OK Chess Up 踩往前面 慢慢落 肩膀打開 起 收緊的Glute 千萬不要Push 不要做這些事情 站直 收緊的Glute Mid Session Leg 跟著慢慢落 少少Ling Forward就行了 不要太多 Squat下去 腳趾External Rotation 腳趾和膝頭是不會向前面 膝頭哥大概向著2點和10點方向 膝頭和腳趾同一個方向 小腿剛剛碰到支Barbell 雙手的距離 保持肩膀 就在這個位置 肩膀打開 接著Leg 眼望前面 雙腳踩實地下 記住雙手是直的 Contract Triceps 打開肩膀 Connect Barbell 當你Connect Barbell的時候 會聽到Click一聲 接著Leg Drive 然後站起來 收緊的Glute 接著慢慢Essential 落下來了 千萬不要推肢Barbell 走出去 肩膀打開 Engage 接著Leg Drive 慢慢做Essential 落下來了 但是很多時候 運動員做錯了 就會是怎樣呢 Starting Position 腿太高 肩膀太前 這個是錯的 這樣做 你是用不到Leg Drive 會用了腰很多 另一個錯誤 就是本來Starting Position 是對的 但是Early Hip Shift 如果這樣做的話 就用不到腳 只用到腰的力量 而且我們不會任由 巴筆 捉我們自己下來 不會Free Falling 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Body Building 和Power Difting 的訓練方法 是不一樣的 有少少分別 對於Body Building 你希望每一串 你都能夠控制到 重量 就不是被 重量去控制 所以做Essential 的時候 都要慢慢控制 不要Free Falling 所以你會看到 隔壁的健力運動員 和你訓練方法 有少少不一樣 其他人 的 也有少數件 在抗力 大約 會有少數件 地 有少數件